实际题问光明素喝的正确 它是一种植物激素吗 不是 它是一种光受器 它侦测光线的存在 但它本身不是激素 不是 那它是植物成熟后才产生 不是的 在植物还是在种子阶段 就必须要有光明素 因为光明素是光受器 所以我们知道植物不是有虚光种子和厌光种子 代表在种子阶段 它就会侦测光线是否存在 所以在种子 在种子时期 在种子阶段 植物就必须要赶光 透过光受器 所以光明素一开始就有了 不是成熟才有的 那需要照光才能活化吗 对 也就是说 我照红光 PR 照了红光之后 变成PFR 这就是有活性的 它就会执行它的生理反应 例如促进长度造植物开花 或是抑制短度植物开花 或是促进虚光种子萌发 或是抑制厌光种子萌发 这就是它的生理活性 所以其实也是对的 主角像 那是不是需运输至幼苗跟花芽才采生作用 不用 还记得开花吗 叶子中的光明素 增测光之后 它不用移动的 它就促进开花树形成 而开花树再透过刃皮布运输到花芽 引发开花 所以它不需要运输的 它只是个兽器 它只是个兽器 它不用移动 它可以兼测光线之后 再透过其他的激素 来执行它后面的生理作用 它本身是不用移动的 所以它不需要运输 所以这里答案是C